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了沙巴成学院所举办的这个短学的课程 那在这个三个月的短学课程里面 我有很大的得着 透过这个课程也改变了我自己对自己的人生的 最大的一个的价值的观念 那这个课程里面呢 让我有不糟的感动 但是因为我不确定 我是不是将自己以后的人生 愿意白上为主使用 所以我就选择了继续练书 大学之后的我就进入了一间辅导的机构工作 直到2014年 我参加了由这个沙巴神学院 联办的叫做大马基督全人观怀研讨会 在这个研讨会里面呢 讲员的信息跟每一首的诗歌 没有一个不让我再一次的感动 或者是再一次提醒我自己 上帝对在我生命里面的呼召 于是呢 我就在当下 我决定要付上我自己的时间 来去踏上这个全世界的服饰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拿了一些的时间 来去放下手上的工作 一直到我2019年进入神学院的念书 那神学院让我最难忘的回忆 就是每当我暴读上夜课的时候 因为呢每一次上夜课的时候 我都会赶不及吃晚餐 不是呢 我都空着独自上课 但是呢 特别上张力美牧师的课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非常感动 那个感动是因为 每当上他的课 他都会预备很多的小茶点 来喂养我们 这让我特别感觉到 无心中上帝也透过讲师 在安慰我 在喂养我 在神学院让我学习很多的课程 有系统神学课程 还有系统的课程 透过这个课程 讲师非常有心理的 把神介绍的让我认识 更加让我有步骤 或者是有系统的去看圣经 从而让我更加明白 圣经或者是神 透过圣经的命要带给我们的话语 在这个疫情里面 我觉得神学院的装备 对我的防止很大 因为在特别是在这疫情当中 不但只是疫情 异端也已经出现了 在神学院的装备 让我更加对上帝的话语 能够向力地稳 更加明白 什么是属于上帝的真理 这让我在这个疫情当中 不但只是受用于我自己 而且我也用在神学院 所受到的装备的知识 来去教导我们的少年 无论你在哪里 多少岁 只要你愿意认识神的心 你就可以来学习 萨巴神学院永远欢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